中華區慶功會現任會長與信任會長 交接典禮 象徵呈現啟後 歷屆慶功會積極辦理愛鄉公益 參與社會關懷 而信任會長劉謙國 秉持關懷公益的精神 未來將結合各界團體 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 溫暖弱勢族群 那我們中華慶功 實施於為地方的一些像是 端午節或者是兒童節 還有雙十國慶 我們都會舉辦一些活動 主要都是以老人跟小孩的 一個社會福利的方向為主 那也會長期照顧地方的一些弱勢的團體 那這是我們中華慶功的一個 接下來的工作的計畫 那在此我們也呼籲 各位中華地方的一些年輕的朋友 對一些地方的公益 或者是愛心活動有興趣的 也可以一起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那我們一起為中華地方的一些公益活動 努力加油 中華慶功在我們新北市29區 長期以來都是非常認真 也是表現非常好的一個慶功會 那我想他在整個這個活動的辦理 然後公益活動的這個舉辦 以及呢這個地方服務的這一些 各方面呢都是這個有呈現啟後 那我想我們新任的這個會長 這個千國會長呢 也會承接我們前會長的 這個所有的作為 那好好為我們年輕人來努力 慶功會秉持團體精神 希望讓年輕心血注入慶功會 增加慶功會活力創新作法 新任會長羅仙國帶著大家的期許 讓更多的親工加入做更多的公益服務 中華新聞立曉峰中華報導 我們今天也比較熱心的 現在或者說成為更多的公益 健康地裏面的契約 中華 husband 出馬 我們下次見 確實質疑 我們來總覺得 我們來真的很認真 unser邀請 我們來自家